遼寧號從昨天開始就慢慢進入台灣海峽 要返回它母港 青島 到底遼寧號好像厲害 還是台灣厲害 觀眾朋友 因為全世界最恐怖的武器 叫做不確定 你懂意思嗎 我相信這一次從昨天開始進入台灣海峽 是遼寧號下水以來 人生最坎坷的一刻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 熊山飛彈什麼時候會飛過來 不僅遼寧號不知道 台灣的光復也不知道 所以觀眾朋友去試想 假如會亂射的飛彈 隨時會亂射 你經過他家門口 會不會很恐怖 就像瘋狗亂咬人 你懂得知道嗎 他家養了一隻瘋狗 平常就趴在那邊 忽然往咬你一口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 遼寧在危也比不過台灣的熊山在危 因為熊山是不確定性 你知道嗎 隨時電 走火 結果蹦就飛出去 還會打到一艘漁船 所以下次不小心走火 打到遼寧號 遼寧號不是死得很冤嗎 這個遼寧號才成軍三年 有一天他的目字名就是 有一天不小心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飛彈 發射飛彈的那一個海軍的士官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按下了什麼鈕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打到了我 從此我就仗生在 台灣海峽的海底 所以遼寧號 進入台灣海峽 是全世界最冒險的軍事行動 所以基本上 我們替遼寧號 艦上的 不管是哪一國的官兵 都感到了偉大 因為你竟然膽敢 通過台灣海峽 所以現在美國航空母艦 不走台灣海峽了 你知道嗎 美軍有個默契 千萬不走台灣海峽 現在日本的海軍 也不進入台灣海峽 因為有熊山亂射 坐鎮在台灣海峽 全世界海軍 這是最危險的通道 所以我們看到 講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 假航空母艦的大跟小 假航空母艦 有多長有多短 假航空母艦 上有多少進載機 這就不是進捷報的風格 我要請岳老師來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拉 另外一個消息 全世界的 有航空母艦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觀眾朋友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個月這個月6號就上禮拜 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就是遼寧號的姐姐 輕把這個艦隊拉出來 我們倒不聚焦在於遼寧號身上 因為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整個航空母艦艦隊群 跑最快的船是哪一艘船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就是航空母艦 因為航空母艦飛叫起飛嘛 所以你看航空母艦有說 海上的速度可以到30階以上 那是一個極恐怖的速度 那後面的補給艦 航空母艦 更不要講潛水艇 都跟不上航空母艦 你跟不上航空母艦 怎麼保護它 所以事實上一個航空母艦 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戰 支援戰艦 要跟上航空母艦 光是能夠跟上 而且能夠及時反應 這難度就很高 所以觀眾朋友 我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做個專題 馬來西亞不是彎靠了一艘 中國的潛水艇嗎 這艘潛水艇是從印度洋回來的 也就是中國正在做下部準備 因為潛艦根本不上航空母艦 所以航空母艦 假如要去非洲 潛水艇 大家提早一個半月先出發 先到那個位置等航空母艦 因為我追不上你 所以我先等你 在那個地方會沿路的一個作戰帶 保護你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看到這一次 它配合的艦隊區 包括了導彈驅逐艦三艘 而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時間 第一個 既很新 但又不太新 代表它是非常成熟的一個艦隊 包括它的導彈護衛艦 平均的成軍年齡 都是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軍大概五年時間 上面的設備跟上面的官兵 經過五年 不管是輪替跟訓練 已經非常成熟了 包括它的這個補給艦 也出來了 所以看它這個艦隊 膽敢進入西太平洋 它不是來玩的 它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艦隊 在出航 所以任老師 其實從這一次 遼寧號的動作 不是單單看遼寧號 飛機的起降的頻率跟戰力 而是整個艦隊 它出來是已經成熟的艦隊 它幾乎是已經可以進入一個 作戰狀態的艦隊 對 它這個其實 這個動作是非常挑釁的 而且在美國跟日本來講的話 可以講說是 以後會經常過來 經常過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個 就是艦隊的編組已經完成了 再者的話 就是出來試一試肌肉 走一走 還有一點的話 就是因為山寨版的科技多 所以需要蒐集一些實戰的數據 看看有沒有什麼熊山飛彈抓一抓 譚哥怎麼觀察 因為事實上 這個動作跟俄羅斯的動作 跟美國動作 因為航空母艦刷的是這種存在感 最需要刷存在感的軍事武器 不是核子飛彈 因為核子飛彈不能亂射 就是航空母艦 您的觀察 航空母艦的海軍也不經過台湾海峽 因為有熊山亂射 坐鎮在台湾海峽 全世界海軍是最危險的通道 所以我們看到 講這個問題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 講航空母艦的大跟小 講航空母艦有多長有多短 講航空母艦上裝有多少競載機 這就不是進捷報的風格 我要請約老師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拉另外一個消息 全世界的有航空母艦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觀眾朋友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個月 這個月六號就上禮拜 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就是遼寧號的姐姐 輕易把這個艦隊拉出來 我們倒不聚焦在於遼寧號身上 因為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整個航空母艦艦隊群跑追 所以航空母艦假如要去非洲 潜水艇大家提早一個半月 先出發 先到那個位置等航空母艦 因為我追不上你 知道我先等你在那個地方 會沿路的一個作戰帶保護你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看到 這一次它配合的艦隊區 包括了導彈驅逐艦三艘 而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時間 第一個既很新 但又不太新 代表它是非常成熟的一個艦隊 包括它的導彈護衛艦 平均的成軍年齡都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軍大概五年時間 上面的設備跟上面的官兵 經過五年不管是輪替跟訓練 已經非常成熟了 包括它的這個補給艦 最快的船是哪一艘船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就是航空母艦 因為航空母艦飛叫起飛嘛 所以你看航空母艦有時候 海上速度可以到30階以上 那是一個極恐怖的速度 那後面的補給艦 巡防艦 更不要講潜水艇 都跟不上航空母艦 你跟不上航空母艦怎麼保護它 所以事實上一個航空母艦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戰 支援戰艦 要跟上航空母艦 光是能夠跟上 而且能夠及時反應 這難度就很高 所以觀眾朋友我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做個專題 馬來西亞不是彎靠了一艘 中國的潜水艇嗎 這艘潜水艇是從印度洋回來的 也就是中國正在做下部準備 因為潜艦跟不上航空母艦 從昨天開始就慢慢進入台灣海峽 要返回它母港 青島 但是遼寧好像厲害 還是台灣厲害 觀眾朋友 因為全世界最恐怖的武器 叫做不確定 你懂意思嗎 我相信這一次 從昨天開始進入台灣海峽 是遼寧號下水以來 人生最坎坷的一刻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熊山飛彈 什麼時候會飛過來 不僅遼寧號不知道 台灣的國安部也不知道 所以觀眾朋友去試想 假如會亂射的飛彈 隨時會亂射 你經過他家門口 會不會很恐怖 就像瘋狗亂咬人 你懂得知道嗎 他家養了一隻瘋狗 平常就趴在那邊 忽然往遼寧一口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懂得知道 所以基本上遼寧在危 也比不過台灣的熊山在危 因為熊山是不確定性 你知道嗎 隨時電 走火 就蹦就飛出去 還會打到一艘漁船 所以下次不小心走火 打到遼寧號 遼寧號不是死得很冤嗎 這個遼寧號才成軍三年 有一天他的木字名就是 有一天不小心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飛彈 然後發射飛彈的 那一個海軍的士官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按下了什麼鈕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打到了我 從此我就仗生在 台灣海峽的海底 所以遼寧號 進入台灣海峽 是全世界最冒險的軍事行動 所以基本上 我們替遼寧號 艦上的不管是哪一國的官兵 都感到了偉大 因為你竟然膽敢 通過台灣海峽 所以現在美國航空母艦 不走台灣海峽 你知道嗎 美軍有個默契 千萬不走台灣海峽 現在日本各半月先出發 先到那位置 等航空母艦 因為我追不上你 知道我先等你 在那個地方 會沿路的一個作戰帶 保護你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看到這一次 他配合的艦隊區 包括了導彈驅逐艦三艘 而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時間 第一個 既很新 但又不太新 代表他是非常成熟的 一個艦隊 包括他的導彈護衛艦 平均的成軍年齡 都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軍大概五年時間 上面的設備 跟上面的官兵 經過五年 不管是輪替跟訓練 已經非常成熟了 包括他的補給艦 也出來了 所以看他這個艦隊 膽敢進入西太平洋 他不是來玩的 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艦隊 在出航 所以任老師 其實從這一次 遼寧號的動作 不是單單看遼寧號 飛機的起降的頻率跟戰力 而是整個艦隊 他出來是已經成熟的艦隊 他幾乎是已經可以進入一個 作戰狀態的艦隊了 對 他這個其實 這個動作是非常挑釁的 而且在美國跟日本來講的話 可以講說是 以後會經常過來 經常過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就是艦隊的編組已經完成了 再者的話 就是出來試一試這個肌肉 走一走 還有一點的話就是 因為山寨版的科技多 需要收集一些實戰的數據 看看有沒有什麼雄山飛彈抓一抓 因為事實上這個動作跟俄羅斯的動號 從昨天開始就慢慢進入台灣海峽 要返回他母港 青島 但是遼寧號好像厲害 還是台灣厲害 觀眾朋友 因為全世界最恐怖的武器叫做不確定 你懂意思嗎 我相信這一次從昨天開始進入台灣海峽 是遼寧號下水以來人生最坎坷的一刻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雄山飛彈什麼時候會飛過來 不僅遼寧號不知道 台灣的光復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去試想 假如一個會亂射的飛彈隨時會亂射 你經過他家門口會不會很恐怖 就像瘋狗亂咬人 你懂意思嗎 他只要咬一隻瘋狗 平常就趴在那邊 忽然望 望咬你一口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懂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 遼寧在危也比不過台灣的雄山在危 因為雄山是不確定性 你知道嗎 隨時電 啪啦 走火 結果蹦就飛出去 還要打到一艘漁船 所以下次不小心走火 打到遼寧號 遼寧號不是死得很冤嗎 這個遼寧號才成軍三年 有一天他的目字名就是 有一天不小心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飛彈 那發射飛彈的那一個海軍的士官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按下了什麼鈕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打到了我 從此我就仗生在台灣海峡的海底 所以遼寧號進入台灣海峡 是全世界最冒險的軍事行動 所以基本上 我們替遼寧號艦上的 不管是哪一國的官兵都感到了偉大 因為你竟然膽敢通過台灣海峡 所以現在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走台灣海峡 你知道嗎 美軍有個默契 千萬不走台灣海峡 現在日本的海軍也不經過台灣海峡 因為上面的設備跟上面的官兵 經過五年不管是輪替跟訓練 已經非常成熟了 包括它的這個補給艦 這一塊的船是哪一艘船 官民你知道嗎 就是航空母艦 因為航空母艦飛叫起飛嘛 所以你看航空母艦有時候 海上的速度可以到30階以上 那是一個極恐怖的速度 那後面的補給艦 巡防艦 更不要講潛水艇 都跟不上航空母艦 你跟不上航空母艦怎麼保護它 所以事實上一個航空母艦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戰 資源戰艦 要跟上航空母艦 光是能夠跟上 而且能夠及時反應 這難度就很高 所以官民我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做個專題 馬來西亞不是彎靠了一艘 中國的潛水艇嗎 這艘潛水艇是從印度洋回來的 也就是中國正在做下部準備 因為潛艦跟不上航空母艦 從昨天開始就慢慢進入台灣海峽 要返回它母港 青島 到底聊天好像厲害 還是台灣厲害 觀眾朋友 因為全世界最恐怖的武器 叫做不確定 你懂意思嗎 我相信這一次 從昨天開始進入台灣海峽 是遼寧號下水以來 人生最坎坷的一刻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熊山飛彈 什麼時候會飛過來 不僅遼寧號不知道 台灣的國防部也不知道 所以觀眾朋友去試想 假如一個會亂射的飛彈 隨時會亂射 你經過他家門口會不會很恐怖 就像瘋狗亂咬人 你懂意思嗎 他家養了一隻瘋狗 平常就趴在那邊 忽然的動作跟美國動作 因為航空母艦刷的是這種存在感 最需要刷存在感的軍事武器 不是核子飛彈 因為核子飛彈不能亂射 就是航空母艦 您的觀察 航空母艦的海軍 也不經過台灣海峽 因為有熊山亂射 坐鎮在台灣海峽 全世界海軍 是最危險的通道 所以我們看到 講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 講航空母艦的大跟小 講航空母艦有多長有多短 講航空母艦上裝有多少競載機 這就不是進行報的風格 我要請約老師做觀察 因為我們拉另外一個消息 全世界的有航空母艦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觀眾朋友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個月 這個月六號就上禮拜 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就是遼寧號的姐姐 輕易把這個艦隊拉出來 我們倒不聚焦在於 遼寧號身上 因為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整個航空母艦艦隊群 所以航空母艦假如要去非洲 潛水艇大家提早一個半月 先出發 先到那個位置等航空母艦 因為我追不上你 知道我先等你 在那個地方會沿路的一個作戰帶 保護你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看到 這一次它配合的艦隊群 包括了導彈驅逐艦三艘 而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時間 第一個既很新但又不太新 代表它是非常成熟的一個艦隊 包括它的導彈護衛艦 平均的成軍年齡 都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軍大概五年時間 因為有熊山亂射 坐鎮在臺灣海峽 全世界海軍是最危險的通道 所以我們看到 講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 甲航空母艦的大跟小 甲航空母艦有多長有多短 講航空母艦上裝有多少競載機 這就不是進行報的風格 我要請岳老師來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拉另外一個消息 全世界的有航空母艦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觀眾朋友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個月 這個月六號就上禮拜 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就是遼寧號的姐姐 輕易把這個艦隊拉出來 我們倒不聚焦在於遼寧號身上 因為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整個航空母艦艦隊群 跑最快的船是哪一艘船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就是航空母艦 因為航空母艦飛叫起飛嘛 所以你看航空母艦有時候 海上速度可以到30階以上 那是一個極恐怖的速度 那後面的補給艦 巡防艦 更不要講潛水艇的 都跟不上航空母艦 你跟不上航空母艦 怎麼保護它 所以事實上一個航空母艦 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戰 支援戰艦 要跟上航空母艦 光是能夠跟上 而且能夠及時反應 這難度就很高 所以觀眾朋友我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做個專題 馬來西亞不是彎靠了一艘 中國的潛水艇嗎 這艘潛水艇是從印度洋回來的 也就是中國正在做下部準備 因為潛艦跟不上航空母艦 所以航空母艦假如要去非洲 潛水艇大家提早 移國台灣海峽囉 你知道嗎 美軍有個默契 千萬不走台灣海峽 現在日本的海軍也不經過台灣海峽 因為有熊山亂射 坐陣在台灣海峽 全世界海軍是最危險的通道 所以我們看到 講這個問題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看到一個問題 因為觀眾朋友 假航空母艦的大跟小 假航空母艦有多長有多短 假航空母艦上裝有多少進載機 這就不是進行報的風格 我要請岳老師來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拉另外一個消息 全世界的有航空母艦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觀眾朋友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這個月 這個月六號就上禮拜 俄羅斯唯一的航空母艦 就是遼寧號的姐姐 輕易把這個艦隊拉出來 我們倒不聚焦在於遼寧號身上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整個航空母艦艦隊群 跑最快的船是哪一艘船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就是航空母艦 因為航空母艦飛叫起飛 所以你看航空母艦有時候 海上速度可以到30階以上 那是一個極恐怖的速度 那後面的補給艦 巡防艦 更不要講潛水艇的 都跟不上航空母艦 你跟不上航空母艦 怎麼保護它 所以事實上一個航空母艦 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戰 支援戰艦 要跟上航空母艦 光是能夠跟上 而且能夠及時反應 這難度就很高 所以觀眾朋友我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做個專題 馬來西亞不是彎靠了一艘中國 艦隊的編主已經完成了 對 再者的話就是出來試一試肌肉 走一走 還有一點的話就是 因為山寨版的科技多 所以需要收集一些時戰的數據 看看有沒有什麼雄山飛彈抓一抓 彤推將會怎麼觀察 而且事實上這個動作跟俄羅斯的動作跟美國動作 因為航空母艦刷的是這種存在感 最需要刷存在感的軍事武器 不是盒子飛彈 因為盒子飛彈不能亂射 這是航空母艦 您的觀察 航空母舰的海军 也不禁为台湾海峡 因为有雄山乱射 坐镇在台湾海峡 全世界海军 是最危险的通道 所以我们看到 讲究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 因为观众 讲航空母舰的大跟小 讲航空母舰有多长有多短 讲航空母舰上 装有多少禁载机 这就不是进行报的风格 我要请袁老师来做观察 因为我们要拉另外一个消息 全世界的有航空母舰 最近都在大洗牌 观众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这个月 这个月六号就上礼拜 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 就是辽宁号的姐姐 轻易把这个舰队拉出来 我们倒不聚焦在于辽宁号身上 因为观众你知道吗 整个航空母舰舰队群 所以航空母舰 假如要去非洲潜水艇 大家提早一个半月先出发 先到那个位置等航空母舰 因为我追不上你 知道我先等你 在那个地的潜水艇吗 知道潜水艇 是从印度洋回来的 也就是中国正在做下部准备 因为潜舰跟不上航空母舰 所以航空母舰 假如要去非洲 潜水艇 大家提早一个半月 先出发 先到那个位置 等航空母舰 因为我追不上你 知道我先等你 在那个地方 会沿路的一个作战带 保护你 所以观众我们看到 这一次它配合的舰队群 包括了导弹驱逐舰三艘 而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时间 第一个既很新 但又不太新 代表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舰队 包括它的导弹护卫舰 平均的成军年龄 都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军大概五年时间 上面的设备 跟上面的官兵 经过五年 不管是轮替跟训练 已经非常成熟了 包括它的这个补给舰 也出来了 所以看它这个舰队 胆敢进入西太平洋 它不是来玩的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舰队 在出航 所以任老师 其实从这一次辽宁豪的动作 不是单单看辽宁豪 飞机的起降的频率跟战力 而是整个舰队 它出来是已经成熟的舰队 它几乎是已经可以进入 一个作战状态的舰队 对 它这个其实 这个动作是非常挑衅的 而且在美国跟日本来讲的话 可以讲说是 以后会经常过来 经常过来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个 就是帮回沿路的一个作战带 保护你嘛 所以观众我们看到 这一次它配合的舰队区 包括了导弹驱逐舰三艘 而这三艘不重要 重要是下水时间 第一个 既很新 但又不太新 代表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舰队 包括它的导弹护卫舰 平均的成军年龄 都是在2011年到2012年 也就是成军大概五年时间 上面的设备 跟上面的官兵 经过五年 不管是轮替跟训练 已经非常成熟了 包括它的这个补给舰 最快的船是哪一艘船 官民你知道吗 就是航空母舰 因为航空母舰飞叫起飞 所以你看航空母舰 有时候海上速度 可以到30节以上 那是一个极恐怖的速度 那后面的补给舰 巡防舰 更不要讲潜水艇 都跟不上航空母舰 你跟不上航空母舰 怎么保护它 所以事实上 一个航空母舰就要出去 你其他配套的作战 支援战舰 要跟上航空母舰 光是能够跟上 而且能够及时反应 这难度就很高 所以官民我还记得吗 我们前面做个专题 马来西亚不是弯靠了 一艘中国的潜水艇吗 这艘潜水艇 是从印度洋回来的 也就是中国正在做下部准备 因为潜舰 跟不上航空母舰 从昨天开始 就慢慢进入台湾海峡 要返回它母港 青岛 到里面好像厉害 台湾厉害 官民说 从昨天开始 就慢慢进入台湾海峡 要返回它母港 青岛 到里面好像厉害 还是台湾厉害 官民说 因为全世界最恐怖的武器 叫做不确定 你懂意思吗 我相信这一次 从昨天开始 进入台湾海峡 是辽宁号下水以来 人生最坎坷的一刻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雄山飞弹 什么时候会飞过来 不仅辽宁号不知道 台湾的国防部也不知道 所以官民去试想 假如会乱射的飞弹 随时会乱射 你经过他家门口 会不会很恐怖 就像疯狗乱咬人 你懂得知吗 他家养了一只疯狗 平常就趴在那边 忽然往咬你一口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懂得知 所以基本上 辽宁再危 也比不过台湾的雄山再危 因为雄山是不确定性 你知道吗 随时电 走火 就蹦就飞出去 还会打到一艘渔船 所以下次不小心走火 打到辽宁号 辽宁号不是死得很冤吗 这个辽宁号才成军三年 有一天他的木字铭就是 有一天不小心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飞弹 那发射飞弹的那一个海军的士官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按下了什么钮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到了我 从此我就战胜在台湾海峡的海底 所以辽宁号进入台湾海峡 是全世界最冒险的军事行动 所以基本上我们替辽宁号 舰上的不管是哪一国的官兵 都感到了伟大 因为你竟然胆敢通过台湾海峡 所以现在美国航空母航不走